好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就交给各位完成了 你做完跟隔壁对一下答案就好 这个是 大于等于80 以下这个是小于等于40 这条件嘛 所以应该没有问题 回到我们的if 用if的话呢 这一体还没有做完对不对 所以这一体其实你comeif过来就会了 所以这一体放在这边其实是不对的 懂意思吗 因为这边的话呢基本上呢跟if没有什么太大的相关 所以这一体你可做也可不做没关系 因为这一体 基本上刚在comeif那边已经有做过 所以这一体就不要管他也没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体 我再做一遍 来 好 哎哎哎哎哎什么讲啊 杜比甄啊 有啊看清楚啊 哎哎哎来 我们再来挖心啊 再来挖杆啊 那个无意识语啊 哎 来 点到这一格啊 按if 按if 来 那么呢先判定 前面的这一格点进来 看他前面这是不是等于什么 啊对 你要嘛就打台北市这三个字 或者你去选一个有台北市的格子进来 好啊点完记得要怎么样 对要锁起来 好 因为等一下你格子要往下 复制的话他不能跑掉 第 二栏点一下 如果他真的是台北市的话 是都不股数了 所以就是零 那如果他不是台北市啊那就要股数一千五了 哦所以那你再点一下 打上一千 这样会了啊 好 就按确定 答案算是零嘛因为是台北市啊 好不然往下拉因为将会破坏到底下的 背景色 所以我们做复制 复制完毕把下面选起来 我们做贴上格式就好 啊格式公式公式 这样就可以了啊 最后啊记得按个键盘的 ESC 取消这个什么 复制 哦这样了解啊 好现在呢OK了以后 我们再继续往下了要讲的是 LOOKUP 查询函数 来可以把它擦掉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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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